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安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台湾的上空很不稳定 这个闪电对流就像是一个游击队一样 跑来跑去 一下子这个哪里冒出来一个对流 一下子闪电累积 从西半部大概从台南以北非常显著 反而在高雄屏东 只有山区偶振雨之外 其他各地都是很不稳定的 最主要就是封面在台湾的上空 然后又加上偏南风的影响 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明天整个封面会在北台 所以相对之下会稳定一点点 剩下这种午后的热对流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的会维持到端午节的那段时间 大致上封面都在浙江到长江流域这个附近 在那边南北的这样稍微摆荡一下下 那太平洋高压呢 原来预期它会直接的牺牲过来 可是这阵子呢 这个西南风呢 明显又有稍微强一点点 所以还没有 反而呢有可能下礼拜一二 又有一道封面又会再下来 所以呢天气是在变化当中的 请大家留意 所以封面接近加上西南风 所以稍微不稳定到晚上啦 闪电对流有时候会蛮强的 那明年开始呢 封面北移转午后的阵雨 有时候靠山去对流也是蛮强的 要留意一下 预计呢持续到端午假期 然后下礼拜又有可能又有封面接近 不过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会比较短暂一点点 可能飘来飘去南北摆荡而已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